第三章 战前准备 3-1强化你的心智 恋爱是一个需要练习的技能 就像打棒球 运动员不可能在比赛当天才第一次挥棒 他们一定是在上场前努力苦练 每天挥棒超过几百次 这样到了比赛现场才会打出好成绩 对吧 恋爱也是一样的 不断练习才会让我们抓到手感 才会拥有高胜率 这很理所当然 但是我看过太多男人 平常完全不磨练自己的社交技能和约会技能 直到某天遇到很喜欢的女人 才硬住头皮去跟她互动 结果就是以失败收场 这真的很可惜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符合自己要求的女人 却无法成功吸引她 让她爱上自己 这真的会欲哭无泪 在我们开始辅导单身男性之后 我发现大部分的男人并不是不愿意练习 而是遇到阻碍 让他们卡在原地无法练习 最常见的阻碍有两个 第一是怕丢脸 第二是怕失败 这两个原因一直不断出现 不断阻碍男人取得成功的恋情 如果你也被这两个原因卡住 不用担心 我马上跟你分享如何克服他们 我们先来谈谈阻碍男人练习的第一个障碍 对丢脸的恐惧 就我自己观察的结果 我发现生活在亚洲社会的人 比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人更怕丢脸 而且比率高出非常多 可能是上一代流传下来的观念造成的吧 丢脸或被笑 好像是跟去死一样严重的事 在学生时期 我也很怕丢脸或出球 也因为这样我一直无法认识够多女人 并找到适合自己的伴侣 因为我也是过来人 所以我非常清楚 如果有人对我说 你就不要怕丢脸 鼓起勇气去跟女人说话 绝对不会为我带来帮助 只会让我觉得很不爽 如果要求自己不要怕 就突然不会怕了 那我们人类应该早就已经统治宇宙了吧 在不断寻找克服怕丢脸的方法之后 我发现要帮助男人克服对丢脸的恐惧 最好的做法是渐进式暴露法 它跟临床心理学的系统脱民法很像 系统脱民法是将焦虑分层次 让患者从最简单的一层开始慢慢克服 我们的渐进式暴露法也差不多 具体的做法是从绝对不会拒绝你的人开始互动 如果你认为在派对上跟正妹聊天 可能会被拒绝 并让你被周围的旁观者嘲笑觉得很丢脸 那最好的做法就是先从绝对不会拒绝你的人开始练习 像是便当店的阿姨或是炸鸡店的老板 消费时跟他们闲聊几句 让自己习惯跟陌生人互动 习惯之后再渐渐升级 去跟百货公司站柜的小姐 或是Hooters餐厅的妹妹互动 他们都是非常好的练习对象 服务业者的工作就是跟客人讲话 所以他们绝对不会对你摆出脸或轻视你 而且由于他们每天上班都在做差不多的事情 上班对他们来说是很无聊的 这时候有人来跟他们互动聊天 反而是为他们的工作增添了色彩 渐进式暴露法能让你渐渐克服对丢脸的恐惧 就像小婴儿学走路一样 一下子叫他跑百米冲刺 他无法做到 但是如果把步调放慢 从站立到走路再到跑步 一步一步往上提高难度 克服障碍只是迟早的事 我们再来看看阻碍男人练习 并取得经验值的第二个障碍 对失败的恐惧 很多男人认为跟女人互动之后 如果女人没有给他电话 或是没有跟他聊得很开心 就代表他失败了 然后他们认为如果失败了 自己就是一个失败者 人生没有价值 他们非常害怕被女人拒绝 所以干脆放弃练习 根本不出门去跟女人互动 因为不尝试就不会失败 很明显的 如果我们因为害怕失败而不去练习 我们就无法累积经验值 也就无法提升自己的社交能力和魅力 也就无法吸引到喜欢的女人 最后只会单身一辈子 如果你想要脱单 就必须去面对对于失败的恐惧 所以我们马上会告诉你 两个面对失败的方法 方法一 从内心下手 我的看法是 害怕失败 其实是我们对事物的诠释造成的 对于被恐惧卡住的男人来说 这种感觉非常真实 而且不管其他人怎么开导 他都没有用 这些恐惧的感觉 来自于他对事物的诠释 好消息是 我们诠释事物的方法 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我举个例子 假如遇到想吃的餐厅大排长龙 我们可以把这个状况 诠释为 这么多人在排队 真是太衰了 并且觉得很愤怒 但是我们也可以 把这个状况诠释为 这么多人在排队 它一定很好吃 太好了 并且觉得很开心 我们可以自由选择 对事物的诠释 既然可以自由选择 当然要选择 对自己最有利 能让自己在未来 得到最多成功的诠释 对吧 比起把互动 不顺利诠释为失败 把它诠释为 我又得到了更多经验值 并且学到了这个做法 在这个情境下 没有用会让你更成功 因为当你把每次的挫折 诠释为成长的养分 你就不会再害怕失败 因为你根本没有失败 有时候你会成功 有时候你会得到经验 遇到挫折 根本不算失败 放弃尝试和练习 才是真的失败 方法二 从外在世界下手 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件事 拒绝一定会出现 不论是跟女人 要电话被拒绝 或是跟女人聊天时 遇到冷淡的反应 都是一定会发生的事 被拒绝 并不一定是你的问题 反而常常是女人的问题 可能是她已经有男友 或已经结婚了 或是她其实喜欢女人 或是她被老板骂 根本没心情聊天 或是她生理期不自痛 心情不好 有太多的可能性 让女人不想跟任何人来往 或不愿意跟你交换联络方式 千万不要认为 碰到状态不好的 女人的几率很小 光是碰到女人生理期这件事 几率就非常高 女人每个月 就有三至七天的生理期 所以你每天走在路上 遇到十个女人 可能就有三个女人正在生理期 相信我 她们肚子都很痛 心情都很差 更不要提有男友 有老公 女同性恋者 这些可能性了 所以 跟女人聊天 或要电话被拒绝的几率 本来就很高 并不是你有什么问题 被拒绝并不代表你失败了 可能只是女人 当下的状态不好而已 接受我们难免会遇到 拒绝这个事实 把它当作成长的代价 不断练习 你最后一定会成功 3-2 不要小看细节 细节就是一切 在我跟超过百位女人互动之后 我发现99%以上的女人 非常在意细节 而且她们能很直觉地 看出男人身上 没有做到位的地方 其实 仔细想想 这很合理 我们人类会自然地注意到 我们自己很在乎的事物 如果你有买车的经验 就知道 我在说什么 一旦我们喜欢上母台车 然后花了很多时间 上网搜集这台车的资料 我们就会开始发现 那台车一直不断出现在街上 明明在喜欢上 那台车之前都没看到 但是喜欢上 并花了心力 去了解这台车以后 突然就发现 它满街都是 对吧 这就是人脑运作的方式 我们会自然地去注意 自己很在乎的事物 女人也是一样的 她们每天花大量时间清洁 保养自己的头发皮肤 关注时尚 并搜集各种穿搭资讯 出门前 也会花大量时间 在化妆 搭配衣服 鞋子 耳环 项链 包包等 她们这么在乎 自己的外观打扮 自然会注意到 其他人的外观细节 是否处理好 打扮 是否到位 当女人发现 眼前的男人打扮 不到位 她们会瞬间 为这个男人 贴上没sense 跟不入流的标签 当然也不会把这个人 视为一个有魅力的男人 如果我们在遇到女人时 被女人归类为 不入流的男人 我们的成功率 就会大大降低 所以 把自己外观的细节 调整到最好 就是我们男人 必须做到的重要功课 针对外观 我为你整理出了 这些重点 照顾好你的指甲 出门前 一定要把指甲剪短 指缝也不能有污垢 一定要清洗干净 手脚的指甲都要注意 千万不要以为脚 不常见人 就忽略它 我们难免会遇到 必须脱鞋脱袜的情况 如果被女人看到 脚指甲不干净 绝对被扣到负分 如果指甲出现泛黄的状况 也要尽快去请教 皮肤科医生 并且解决这个状况 胡子必须刮干净 如果你为了造型决定 留胡子也可以 但是一定要确保 胡子修剪整齐 清洗干净 不能看起来杂乐无章 出门前记得洗头洗澡 我发现大多数亚洲人 习惯在睡前洗澡 早上出门前 并不会再洗一次 如果睡觉是流了汗 就有可能在出门后 被女人闻到体味 女人非常怕身上 发出体味的人 因为体味 会让人联想到病菌和脏污 你一定要注意 自己是否散发出体味 有的话 一定要多洗几次澡 洗完澡以后 最好在腋下 及其他容易流汗的部位 擦上至汗剂 或体香喷雾 让自己散发出淡淡的香味 能让女人注意到你 并觉得你是个有质感的型男 头发修剪整齐 经济状况允许的话 每两周理发一次 让发型保持在最佳状态 出门前记得抹发胶或发蜡 把头发的质感凸显出来 如果不知道如何整理头发 可以在理发时 跟发型设计师讨论 请设计师教你如何 选择造型品和如何使用 照顾好你的皮肤 如果你脸上容易出现油光 记得每天早中晚都要洗脸 如果你的肤质不容易出油 就不用这么频繁的清洗 甚至用清水泼洗一下即可 洗完脸记得抹上保湿乳液 以免造成皮肤干裂 看起来太油或太干的皮肤 都会让女人看了以后 感到很不舒服 一定要处理好这个细节 保持毛发的整洁 除了头发和胡子 鼻毛 耳毛 质毛 眉间砸毛 也一定要处理好 耳毛和鼻毛一定要剪短 对住镜子笑看看 如果笑的时候 发现鼻毛会跑出来 就必须修剪得更短 直到看不到为止 如果你脸上有质毛 一定要请医美医师处理掉 如果让女人看到 一颗质上长的毛 她一定会想要逃离现场 两个眉毛之间 通常会长几根杂毛 杂毛长太多 看起来会变一次眉 所以也必须修掉或拔掉 丢掉过时的衣服 打开衣橱 检查一下过去累积的衣服 如果有穿起来不合身的 款式太古老的 布料变形的 破洞的 起毛球的 严重褪色的衣服 立刻丢掉 以免出门时 因为赶时间 而穿到不帅气的衣服 如果袜子 内衣或内裤 有出现破洞的状况 也要立刻丢掉 因为你出门前 无法预料 今天会跟女人 进展到什么地步 这些都有可能 被女人看到 并且造成她瞬间冷感 注意穿搭的细节 如果你穿全套西装 或西装裤 搭配正式衬衫 记得选择同样颜色的 皮带和皮鞋 但是如果是穿休闲装扮 则不需要选择 同样颜色的 皮带和鞋子 平常有空多看看 时尚杂志或网络文章 培养自己的穿搭技巧 和时尚敏感度 不要穿拖鞋出门 除非拖鞋 是你精心打扮的 整体造型之一 否则不要穿拖鞋出门 如果只是去便利商店 买东西或出门倒拉机 穿拖鞋当然没关系 但如果是出门 跟女人见面 就绝对不要穿拖鞋 拖鞋会带给女人 没精神跟邋遢的感觉 除了去海边玩 其他场合都不适合穿拖鞋 避开魔鬼毡 选择皮夹或皮带时 一定要避开魔鬼毡这个材质 魔鬼毡虽然方便好用 但是女人看到以后 只会联想到小学生 让她瞬间冷掉 选择真皮材质更好 耐用又又行 鞋子必须保持干净 女人非常重视鞋子 一般来说 女人拥有十几二十双鞋子 是很正常的事 她们那么爱鞋子 理所当然的 会注意到男人的鞋子 是否干净 款式是否搭配正确 如果你的鞋子 出现掉根 磨损 脏屋的状况 就尽快找专人处理 很多百货公司的地下室 都有修鞋部 他们会帮你解决鞋子的问题 如果出现了破洞 或洗不掉的脏屋 这种就没办法修了 只能丢掉 三杠三强化你的男人位 虽然在现代 有越来越多人主张 应该要放弃 对性别的刻板印象 认为所谓的男人位 不应该只有一种样子 但是根据我的经验 大部分的女人 还是最容易被拥有 传统男人位的男人吸引 传统男人位是指一个 男人拥有强健的身体和领导力 也可以说是拥有强大的气场 通常这种男人 能为女人提供更好的保护 和获取更多生存 所需的资源 女人跟这类男人生育出的下一代 会得到更高的存活率 在经过数十万年的演化之后 女人的基因里 已经留下了优先选择 这类男人的设定 乍看之下 这好像很困难 又要强壮 又要成为一个领导者 你可能会想说 事实上这并没有那么困难 在经过多次实验之后 我发现 只要我们让自己看起来 很有男人位 并且主动担任团体中的领导者 我们就会成为女人眼中 拥有男人位的男人 获得极高的恋爱成功率 甚至不主动出击 也会有女人主动爱上我们 我们就先从外观开始调整 一定期运动 锻炼肌肉 让自己拥有健康强壮的身体 女人想要的是 能保护她的强大男人 比起无法改变的身高和五官 可被锻炼的体魄 非常容易取得 没有理由不去做 我建议你一定要 一周至少运动三次 并做一些能提升激励的锻炼 如果你手边 没有健身器材或健身房 我推荐你去买 Mark Warren的你的身体 就是最好的健身房系列 照著书里的方法锻炼 只需要一片瑜伽垫 就能让你获得强健的身体 定期运动不但能强健体魄 吸引女人的注意力 还能让头脑分泌出多巴胺 让我们心情变快乐 好处太多了 二 衣服的穿搭方面 你应该选择硬挺的衣服 硬挺的衣服会让你看起来 更有能有脚 也就是会看起来更阳刚 选择衣服时 我们可以从布料 剪裁和颜色下手 布料决定了衣服 和裤子的硬挺程度 像是合成布料的衬衫 会比纯棉布料的T恤更硬挺 牛仔裤的布料 也会比运动裤的 透气布料更硬挺 剪裁方面 有几个重点要注意 上衣的肩线 必须对准自己的肩膀边缘 裤子的裤裆不能松垮 裤裆跟胯下距离不能太大 最多一两公分 稍微保留一点活动空间即可 颜色也会影响我们的阳刚程度 能凸显阳刚气息的颜色 有黑色 深蓝 白色 深咖啡色 这些都是容易上手 又不易出错的选择 既然要认识并吸引女人 准备好的装备是一定要的 我们推荐你购买这几件单品 衣长袖衬衫衫两件 一件选择黑色或深蓝色 另一件选择白色 一定要合身 肩线跟腰线要贴合身体 衬衫下摆的长度 到裤裆的二分之一处最完美 如果低于裤裆会看起来没精神 高于裤裆则会露出肚子不哑观 穿上以后可以把袖子卷起来 露出前手臂 这样看起来又随性又有形 二 黑色牛仔裤一件 黑色牛仔裤看起来很有型 而且感觉有个性又年轻 购买时选择中低腰直筒的剪裁 注意臀部跟大腿的合身度 太松会让你看起来臃肿像大妈 太紧又不舒适 如果穿了以后臀部看起来很翘挺 就没错了 大腿的部分 以正好能放进两根手指为标准 如果裤管放不进两根手指 就代表太紧了 如果可以放超过两根手指 就代表太松垮了 不够帅气 三converse黑色高筒帆布鞋 一双高筒帆布鞋 无论是休闲或正式的打扮都可以搭配 而且看起来又行 保养清洁做好的话 还可以穿好几年 CP值非常高 四海军风大衣一件 冬天时一定要准备一件海军风大衣 这种大衣的特色就是双排扣 饼子挺 不像传统大衣的长度到膝盖 海军风大衣的长度直到臀部 它会让你看起来比例非常好 又高又修长 颜色选海军蓝 深蓝或黑色 外套长度不超过臀部下方 肩线跟腰身也一定要合身 如果尺寸穿太大 看起来就不帅了 合身才会帅气 五级车皮夹克一件 春秋天气转粮时 穿一件皮夹克不但能保暖 还能展现出帅气的男人味 如果预算有限 不一定要买真皮的 很多欧美品牌 都有出人工皮革的皮夹克 看起来一样帅气 颜色选择黑色或深咖啡色 最安全帅气 夹克的长度不超过你的宽骨 袖子也不能太长 必须让大拇指能露出来 六西装外套一件 天气转粮时 你也可以选择穿西装外套 如果你已经拥有整套西装 就可以把原本的外套拆出来单穿 但送洗时 要记得连西装裤一起送洗 避免清洁褪色造成外套裤子不同色 如果要单买西装外套 记得选择休闲西装外套 就是布料为棉 或麻 不带垫肩的款式 休闲西装外套 比正式设计的西装外套 更自然有形 购买这些衣服的目的 就是让你看起来很帅 所以一定要去现场试穿 如果在试衣间里发现 穿起来不够帅气 就表示这件衣服不适合你 千万不要将就购买 多看几间店 多比较各种款式 如果一件衣服不能让你看起来更帅 就是一件没用的衣服 绝对不要买 如果你发现 一件衣服已经让你有八 九十分的帅气度 但袖长 裤长 或衣长有点问题 你还是可以买它 只要之后再找裁缝师 修改长度即可 在传统市场或是百货公司 都能找到裁缝师 帮你修改衣服和裤子 三 外观里最重要的一块 是我们的肢体语言 肢体语言会透露出 我们的精神状态 像是当一个人充满恐惧和焦虑 他会自然的弯腰驼背 缩小自己占据的空间 因为这样能让他保护好自己的要害 相反的 当一个人充满安全感和自信 他不需要保护自己的要害 自然会挺起胸膛 腰杆也会打直 并扩大自己占据的空间 跟女人互动时 你一定要提醒自己 使用充满安全感和自信的肢体语言 因为这样做 你就能传达给女人 你是一个充满安全感和自信的男人的讯息 这样他不但会觉得你充满魅力 还会瞬间被你吸引住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行为的部分 大部分的女人会很自然地 被一个团体里的领导者吸引 就像我们读高中时 收到最多情书的 一定是吉他社社长或篮球队队长 我相信这不是偶然的结果 而是女人在演化的过程中 自然地留下了崇拜领导者的设定 因为领导者能带给他和后代更多资源和保护 让他们得到更高的生存率 既然如此 你该做的就是主动担任团体里的领导者角色 让自己享受到女人的关注和爱慕 你不用担心 担任领导者其实一点也不难 我们马上会教你怎么做 比起在职场上成为领导者 在朋友间成为领导者 更快更容易 如果你想要在朋友间成为领导者 你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摸清楚这群朋友的共同目标是什么 摸清楚这群朋友里 每个人想要的是什么 在不牺牲自己的前提下 满足这群人的需求 假如我有一群单身的朋友 我知道他们都想要交女朋友 这时候我的机会就来了 只要我邀约这群朋友和我的女性朋友 一起聚餐或出游 并且照顾到每个人的需求 确保每个来宾都玩得很开心 我就会立刻被大家视为领导者 并且享受到当领导者的好处 我把这群朋友称为核心团体 它是一个能协助你吸引女人的强大武器 我们在part 2里会告诉你 更多建立和维持核心团体的方法 最后一部分是我们的说话方式 我们的目标是拥有沉稳的自信 比起年轻人的狂妄自大 成熟男人拥有的沉稳自信 更能吸引女人 要展现出沉稳自信的形象 我们可以从讲话的声调开始下手 使用低沉的嗓音说话 会让你散发出沉稳的感觉 嗓音可以练习和调整 建议你去YouTube上搜寻 嗓音练习的影片 研究并练习 获得低沉的嗓音 绝对会为你提高吸引力 说话的态度是另外一个重点 多使用肯定的态度说话 这样会让女人觉得你充满自信 随时注意自己说话 是否透露出不确定感 像是句子的开头用嗯或哦 或可能是都会让人觉得 你充满不确定感 最好的做法是把句子里的坠字拿掉 像是我们今天吃汉堡吧 就比嗯我们今天吃汉堡 这样好吗 感觉更肯定 透过说话方式来传达男人味的最后一点 是展现出你对性的自信心 成熟稳重的男人 把性视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他不会遮遮掩掩 假装自己对性不感兴趣 我看过太多男人 遇到有女人在现场 就不敢或不愿意谈论性这个话题 先不管原因是什么 这其实是一个 让自己魅力大打折扣的行为 当一个男人躲避性的话题 他在女人眼里 看起来就像个小孩 而不是一个成熟的男人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你必须接受女人也是人 他们也很喜欢性爱 大部分的女人认为性的话题很有趣 在彼此已经有一定的熟度之后 他们会很乐意跟我们聊这个话题 如果你在跟女人变熟之后 还是不断回避性的话题 女人很可能会误以为你 对她不感兴趣 然后默默消失 事实上 跟女人够熟之后 聊证人话题不但不会吓跑她 反而会加速恋爱的发展 关于这一点 我们也会在part 2里告诉你 更多细节和需要注意的事项 3-4强化你的自信 谈到吸引女人 最关键的因素质疑就是自信 假如今天有两个男人 他们的外观条件一模一样 但是一个非常有自信 另一个自信很低落 成功率高的绝对是那个充满自信的男人 我在学生时代常常追求失败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当时缺乏自信 不相信自己办得到 以前的我遇到女人 常常会往坏处想 觉得这个女人那么正 怎么可能会对我有兴趣 有时候已经跟正妹出去一对一约会 心里还是一直出现 她应该只是把我当朋友吧 的想法 后来在我经验越来越多 成功率越来越高以后 我发现其实就是因为缺乏自信 让我产生这些想法 而这些想法 让我的魅力无法展现出来 也无法成功吸引女人 我还发现自信的高低 会影响我们的气场 像是很多电影明星 脸真的不能算非常帅 但是一出场的气势很强 结果就是女粉丝一致公认 他们超帅 看看主演《灵明期》的Daniel Craig 或是主演《玩命关头》的 巨石强森 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原因就是他们充满自信 强化了他们的气场 所以女人最后给了他们很高的 帅气分数 几乎每个人都了解自信越高 恋爱成功率越高的道理 但我发现很多人都误会了 自信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以为自信是一种天生的特质 好像某些人一生下来 就充满自信 另一群人则 天生就没自信 然后没自信的人就没救了 因为这是从出生就决定好的事 我以前也是这样认为 但是在我看了无数书籍 听了无数场演讲 并亲身尝试之后 我发现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自信其实是一种可培养可建立的特质 自信的意思是 相信自己能达成目标 相信自己做得到 就是有自信 如果不相信自己做得到 就是没自信 既然差别是相信或不相信 那解法很简单 不管目标是什么 只要我们找到够多的证据 证明自己可以做到 我们就会相信了 就像在苦练篮球以后 我们发现自己赢得的比赛越来越多 我们对自己球技的信心自然会越来越高 对吧 比赛的胜率越来越高就是证据 证明了我们的球技越来越强 这些证据会让我们开始相信自己的能力 一个男人可能在长大的过程中 遇到挫折或是被其他人的评价影响 造成自己不相信自己的能力 不相信自己能达到目标 但是只要他开始去搜集自己能成功的证据 他就能再次建立起对自己的信任 也就是自信 接下来我们会跟你分享两个 能帮助你强化自信的关键 关键一 你告诉自己的故事 决定你的自信和未来 每个人应该都有这种经验 早上起床以后 内心不断回放前一天 遇到的鸟事或是错误的决定 然后开始不停地责怪自己 像是对自己说 爱 我怎么会那么笨 竟然做了那种蠢事 或是爱 我怎么运气那么差 做什么事都不对 这些我们在心里对自己说的话 就是我们告诉自己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会决定我们的未来 如果你对自己说的故事是 我不管做什么都会失败 或是爱 别人都比我厉害 我不可能成功的 你未来就真的不管做什么都会失败 因为你的大脑会渐渐开始相信这些故事 造成你不相信自己会成功 这会带来非常严重后果 当机会出现时 由于你不相信自己会成功 你的表现就会差强人意 甚至根本不去尝试 结果就是你真的无法达成目标 相反的 如果你对自己说的故事是 嘿嘿 我做什么事都会成功 你未来就会越来越成功 因为你的大脑会开始相信这些故事 你也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能力 当你开始相信自己的能力 你的表现就会越来越好 结果就是你真的越来越成功 只要你掌握了故事的走向 你就掌握了未来的走向 那具体来说 要如何掌握呢 很简单 只要把你想要的结果 当成已经发生了的事实 并且每天早上对自己说出这些故事即可 我们把这个方法叫做自我肯定 针对脱单这个目标 我这边有一些很实用的故事 这些是我实际实验之后 发现能让我跟女人互动更顺利的故事 全部给你 尽量拿去用 我是一个强大的男人 我是一个魅力超强的男人 每个女人都爱我 每个女人见到我都超开心 我的身材超好 而且发型也超帅 每个正妹都想跟我聊天 我每天都遇到很多美丽 聪明 健康 充满活力 成熟 有趣 大方的女人 她们都想认识我 并且想成为我的女朋友 把这些故事印下来 贴在你浴室的镜子上 并在每天早上起床后 看住镜子里的 自己大声念出这些故事 这就是自我肯定的方法 在你刚开始做自我肯定的第一个礼拜 可能不会看到效果 但是只要你持续不断地做 神奇的事就会发生 你会发现 故事里的情节 真的出现在你的生活中 同时你的自信也会越来越强 我记得 以前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时 心里出现的第一个念头是 屁脸 这什么鬼 我怎么对自己说话 哪会影响我是否能成功 太扯了 然后我就没去理他 继续过我的生活 对 我也是过来人 我也以为自己最聪明 以为其他人说的都是鬼话 但我当时跟女人的互动 还是常常卡住 无法顺利吸引住他们 后来我不断听到 有成功人士提倡这个做法 我才逐渐软化下来 并且开始尝试照住做 反正死马当活马一 也没损失 结果做了以后 我差点被吓死 因为它真的有用 我对自己说的故事 真的出现在现实生活中 就好像打电动 用了作弊密码一样 突然就破关了 真的非常神奇 关键二 开源节流 开源节流是强化自信的 第二个关键 我知道 很多人看到开源节流 会自动联想到 理财和存钱 其实不只是理财 开源节流 也能完美运用在强化自信上 我认为自信是一种 可补充的特质 就像电玩人物的HP值 受到打击时会降低 但是吃了药品之后 就会提高 一个人并不是只有 有自信和没自信两种状态 我们应该把自信值 看成一个水平 水平里装的水越多 自信就越高 如果水平有破洞 自信就会不断流失 当一个人自信的流失速度 比填充速度快 这个人的自信 就会越来越弱 从小就是班上风雨人物的人 长大之后 通常会更有自信 因为他从小时候起 不断受到同学们的 关注和崇拜 他的自信水平 一直不断被填充 即使在长大的过程中 遇到了一些小挫折 流失了一些水 但是由于填充的量多 他最后还是拥有 很高的自信 强化自信要做的工作 就是提高填充的速度 并且找出水平的漏洞 把它布起来 让水不再流失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具体上要怎么做 一 练习感谢 每天早上在日记本里 写下自己的优点 和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 太多男人只注意到 自己缺少的东西 却忽略了 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 像是健康的身体 爱自己的家人 能遮风避雨的房子 让自己不会挨饿的社会等 每天提醒自己 你已经拥有很多 这样会帮你的水平 加入很多水 二 锻炼肌肉 强健体魄 我看过不少男人 在锻炼出一身肌肉以后 整个人自然地充满了自信 气场也比以前强大许多 因为他们在变状以后 开始不断收到 其他人的赞美 这些赞美为他们的水平 加入了大量的水 有锻炼过肌肉的人就知道 出门走在街上会发现 有很多女人 正在偷看自己 一开始可能不太习惯 这个状况 但是习惯以后 这些赞美会很直接地 帮你提高自信 每天出门 都会有人帮你的 自信水平加水 超赞 三 把自己打扮到最好 每天穿最帅的衣服 和鞋子出门 我们每天穿出门的鞋子和衣服 其实定义了我们的故事 你应该有这种经验 穿了运动衣裤出门 自然会觉得 自己是一个阳光运动男 穿了整套西装出门 自然会觉得 自己是一个重要人物 对吧 同样的道理 如果出门时 穿得很丑很邋遢 我们自然就会觉得 自己是一个小人物 甚至是一个失败者 每天出门前 把自己打扮到最好 非常重要 因为他会让你觉得 自己是一个帅哥 是一个众多女人崇拜的男人 只要你得到这样的感觉 你的自信水平就会被填充 四 走出舒适圈 当你尝试了许多以前 你认为做不到 或不可能达成的事 你会得到许多自己 其实很强大的证据 这些证据搜集的越多 你就会越相信自己的能力 你的自信水平 也会被大量填充 每周做一件 你没做过或不敢做的事 有计划性的 让自己走出舒适圈 像是去尝试 以前没有去过的餐厅 或是去上一些 以前没上过的课 或是出席一些 以前没去过的聚会 都会为你带来不少 自己其实很强大的证据 当然我也知道 走出舒适圈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你发现自己卡住了 最好的做法 就是用我们之前 提过的建计师暴露法 从简单的挑战开始 让自己一步一步踏出舒适圈 五 开除随友 谨慎挑选你周围的人 我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 人跟人之间会互相影响和感染 而且我们完全无法抗拒它 我记得以前刚出社会时 认识过一位朋友 这个朋友人虽然有趣 但是常常会酸我 而且他从来不会为我的成功 感到开心 也因为这样 我跟这个人常互动的那段时间里 自信变得特别低 后来 我想了很久才发现 他会酸人或贬低人 其实是因为他自己非常自卑 他必须用这种方式 来让自己觉得 自己没有那么失败 这就是典型的损友 跟他们相处 只会破坏你的自信水平 让你的水流光 如果你发现 你的朋友里有这样的人 一定要立刻远离他们 因为他们只会降低你的自信 看到你失败 还会偷偷暗爽 3-5 强化你的社交技能 战前准备的最后一个项目 是成为擅长社交的男人 擅长社交会 为你带来不少好处 第一个好处是 你会拥有很多朋友 你的朋友越多 认识新女人的机会 也就越多 我知道这很废话 但是我还是必须强调再强调 因为有太多男人 都忽略了这个重点 甚至还有很多男人 不懈去做这件事 但这件事实在太重要 我一定要为你解释清楚 我们人类天生就有避开危险 并追求安全的习近 现代社会里 虽然没有野生动物的威胁 但还是存在不少危险的来源 而其他人类 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危险来源之一 女人的体型普遍比男人瘦弱 保护自己的安全 对女人来说是相对困难的一件事 对一个女人来说 随随便便的 靠近一个陌生男人是很危险的 因为他不了解这个男人是什么样的人 也没有证据显示 这个男人不会威胁到他的生命安全 这时候朋友的介绍 就会发挥非常大的效果 如果你能透过共同朋友的介绍 来认识女人 而这个女人很信任这个共同朋友 你就会自动得到这个女人的信任 事实就是这样 我们都会对自己信任的人 介绍的新朋友比较放心 对单纯的陌生人 保留比较高的戒心 很明显的 能让你认识很多女人 并且在一开始 就获得他们信任的方法 就是取得很多不同小团体的信任 当一个小团体里的人信任你 喜欢你 他们会很自然的希望看到你成功 也就是说 他们会很积极的帮你介绍优质的女人 特别是小团体里的女性朋友 他们最喜欢帮单身的男性朋友介绍对象 而且透过女性朋友认识优质女人的成功率 比透过男性朋友认识的几率高出好几倍 男性朋友在遇到优质的女人之后 自己追求都来不及了 很少会再介绍给其他男人 相反的 由于女性朋友不会私吞 你有更高的几率 能透过女性朋友来认识到优质的单身女人 拥有稳固的社交技能 并得到多位女性朋友的信任和好感 绝对会让你认识到数不完的优质女人 效果好到吓人 擅长社交会为你带来的第二个好处是 女人将更容易被你吸引 因为大部分女人认为 朋友多的男人价值更高 要了解这个现象 我们必须从远古时代的人类社会说起 人类学研究指出 人类有组成部落的天性 透过组成部落 人群能共享食物和劳动力 也会对外来的威胁拥有更高的防御力 这个天性深植在我们的基因里 虽然生活在现代社会里 我们已经很少会受到环境的威胁 但是这个天性还是影响住 我们选择伴侣时做决定的方式 如果今天有两个条件差不多的男人 同时追求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会自然地选择 属于更大部落的男人 因为她将能享受到更好的保护和更多资源 让她得到更高的存活率 在现代社会里 朋友圈就是我们的部落 当一个男人的朋友越多 他在女人眼中的价值就越高 另外朋友品质的高低 也会影响你的吸引力 根据社会心理学家亨利 泰福尔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 人类常会依据其他人的行为 来决定自己应该怎么做 套用在恋爱和吸引女人上的意思就是 假如有很多厉害的人很喜欢你 女人会自然地被人群影响 开始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你 就像我们看到排队排很长的店 会更想要吃这间店一样 社会心理学赞 所以只要你能拥有很多朋友 而这些朋友的品质都很高 那基本上你恋爱就所想无敌了 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强大的社交技能 接下来我们会跟你分享一些 能有效帮你锻炼社交技能的方法 一每天至少跟一个陌生人聊几句话 让自己习惯跟陌生人互动 不一定要聊很久 只要有聊到即可 重点是让自己习惯开口 习惯跟陌生人交流互动 便利商店的妹妹 餐厅的女服务生 或是百货公司的贵姐 都是很好的练习对象 根据你目前的熟练程度来调整难度 如果你觉得贵姐太难 就先降低难度 从便当店的阿姨 或便利商店的店员开始练习 二 每个月至少读一本关于社交的书 充实你的社交知识 我推荐你去读莱拉 朗德斯的跟任何人都可以聊得来 英文书名是How to talk to anyone 然后再读戴尔卡内基的卡内基 教你跟谁都能做朋友 英文书名是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这两本书非常棒 在里面你会找到非常实用的技巧和原则 三每周参加一场新活动或聚会 透过实战来锻炼社交技能 出门参加充满陌生人的聚会 会让你快速抓到社交的手感 在挑选活动时 优先选择必须要跟其他人互动的活动 像是葡萄酒瓶酒会 Swing Days体验活动 或是滑板体验课都非常棒 这些活动的主题明确 来宾拥有共同的兴趣 让你能更轻松地和其他人聊起来 找活动时可以使用EQ Pass City Talk 或是KidX 这几个是目前特别红的活动平台 上面有很多活动资讯供你选择 私下载每日社交检查清单 确实执行练习计计划 我们特别为脱单学的读者 设计了一个检查清单 它能帮助你追踪自己的执行进度 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下载这个答案 https-labacademic.com-resource